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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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境十大战神 泛国北境 我镇北王周天阳就是下国的最后一道防线 定要跟他们 血战到底 血战到底 追死无为 血战到底 追死无为 出发 周天阳要美人还是要争战 做个选择吧 郑北王 天阳 救我 天王 啊 灵儿 竟然敢攻我的女人 要灭了她救足 皇上 那发兵没劲 我去救人 你们按援机化发兵 我随后就到 是 灵儿 我来了 天阳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天阳 我好害怕呀 没事 没事 你 为什么 天阳 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出现 师父 好久不见哪 你说 你竟然没死 我的傻男人 你还看过明白吗 哈哈哈哈 哎呀 武团家了 师父 还在旁边看着呢 师父 刚才那人下去了 他早就变成一个经脉进断的被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正如说 我镇北王 一定要把你们 碎尸 灌断 你做梦呢 这家环下唯一的战争人是无双 不过是个阶下桥 我这就 送你山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安心去见阳王吧 我都送你 我追 就让你跑吧 是 那那快追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醒醒 醒醒啊 这 就我 妈 我不想嫁给潘九姐了 哎呀 可是那婚约早就定好了呀 可是 真的准备让我嫁给那个冰秧子啊 女儿呀 妈也不想 可是咱们得罪不起叛逆家呀 哎 对了妈 让那个雅巴去嫁 虽然有婚约 但我说具体是谁嫁 雅巴也是我们家的长女了 这可行不得了 对呀 现在就是 对不起我相见 这里先生怎么能在 行不来了 我们尽力吧 救救她 救救她 妈 妈 你快看 姐姐从外面讲了一个野男人鬼啊 我告诉你 吴小姐 今天你必须把那我弄出去 姐姐 你不把她扔出去也行 不过 你必须嫁给潘家少爷 对 你干什么 我家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也不懂得报恩啊 干什么 你这是 怀孕了 怀孕了 对 我怀孕了 你说你肯定有孩子家 未婚鞋给你 成何体统 好你个小雅妈 你既然敢办法我家 你就能看我打死你 不懂 是她的 对不起 我也是无奈之觉 来人 你得把这个废物给我扔出去 我 臭痒了 吴家脸都让你得偷近了 八年前就是这个野男生 这么个小面子 为什么叫白痴白痴八年啊 行了 还看她背什么话 动手啊 坏人别弄我爸爸 这个 我有这样的东西的 她身上流的可是熊猫血 金贵着的 你敢伤了她 小心拍上八年子 你 我还先去见野男吗 哈哈哈哈 爹 什么 什么 她醒了 太好了 我 我是谁 我在哪儿 爸爸 爸爸 我 你胡说 这八年谁要活 你们家的小小小孩 可是整整整照顾了你八年 是不是吧 之前怎么消 您的伙食费 医疗费 助速费 杂心杂话加在一起 不要你们败了 你管分吧 孩子 八年 我怎么 什么都不记得了 装傻是吧 来人 动手来个扔出去 别忘了 我看这个人的脑子不太好的样子 那正好 和小小小孩在你家算了 什么外人老是说闲话 爸 请喝茶 妈 请喝茶 没规矩的东西 不知道跪下 你不过就是个入赘的女婿 要清楚自己的身份 我们吴家照顾了你八年 要不是小倩把你讲了 你早就死在外面了 爸 请喝茶 我们可说好了 入赘要有入赘的规矩 第一 这孩子 得跟我们吴家幸福 第二 以后吴家所有的家务国 全包了 第三 任何时候 吴家不需要你了 让你滚 你就得滚 喝什么喝 吴小倩结婚 怎么没人通知我盘姐姐 我可是为她 准备了不少财力 这是我随的 这是我随的 分子 是 潘公子来了 我就是招了个倒叉门的上门女婿 怎么敢老板 潘公子 他家光联啊 是不是 不不不 妙点呢 给不起这么多 我今天来点水货的 货的 喂 我妈说不得了 你的胸包鞋 我可喜欢她 今天谁敢动她一下 我就要你她的狗蜜 别说话的份儿啊 潘公子 今天是小鱼 大群日子 初几天是 你敢动一下 对啊 听到我见识 定点点 啊 啊 啊 小 你个小东西虽然敢咬我 要不是你这个臭牙子 你怎么在哪 就你喜欢抽血是吗 你敢打少爷 你敢打吗 你知道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 像你这样的人渣 我一直手就能捏死 我妈 说我现在没钱 竟然你也会打少爷 吃我一拳 糟了 我现在经脉寸端 我是她的对手 你跟我家看能狗 你也别叫我 我也别在这拨蛋 哎 我姐 敢让一个废物就去 不让你再下回 你可算没心 赶紧给潘公子道歉啊 潘公子啊 你大人有大量啊 他一定要计较吧 我可算跟我家也 哎 我们潘调就交那低打下来 还敢定没乱 哎呀 是什么方法我们潘哥可以出来啊 这么长时间不见 人家仔细啊 很辛苦了 你这个骚托 要是今晚不塑造好我 我又不可以 还有你吗 尽快把他给我 省着我来干嘛 求你 求求你不要 这是 北王令 北王令 什么 北王令 北王令 上战奸逆 下伐万民 王上果然还活着 八年了 北王令终于又反应了 不过 王上的气息怎么如此微弱 王上有生命危险 我是个废物女婿 她竟然是 这北王 这北王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少爷 这北王已经死去八年了 这只是一个令牌 我虽然死去八年 你没有在 不可不见 现在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跪下向我妻儿道歉 鱼儿 我血洗你攀家 我只数三个数 三 少爷 不能跪啊 二 好 我跪 对不起 对不起 少爷 手链不重 长嘴 对不起 手链不重 对不起 还不够 沐山 我对不起啊 够了 滚吧 别再让我看到你们 够了 此仇不报 我事不为人 小心 没事吧 哎 哎 您是呀 刚才令快了吧 我快快回家 完了 再回去彻底得断了叛家 少爷 我托战神令的人查过了 北王在世的时候 一共发布过两块北王 一块随身鞋带 另一块 赐给了他的御用神衣 雨素 两块北王令之间 可以相互改 你的意思是 少爷 北王令随北王的陨落而消逝 另一块 这些年我有现实 吴家那个倒插门女婿 整整昏迷了八年 他怎么可能是郑的王 蛋 肯定是假的 他竟敢骗我 还让我下跪 少爷 少爷没血了 要我去吴家 把那个小猪神给抓来 快 要你的狗命 是 妈妈我不想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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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老实点 臭眼花 别着急 一会儿 就到你了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小心 奶奶 放给他们 哎呦 来得成 韩九江 我看你是在作死 你真以为 你拿一个破令台就无敌了 这么也不是谁 那可是拥有四大战神 会下有百万兄兵的爵士举起 你要是能把他从地狱里叫上来 我给你磕头就行 奶奶 你胖 别把他弄死 我要慢慢 撑上去 哈哈哈哈 你这种过色 我一巴掌就能把你 饿死 废物永远是废物 你还学别人英雄救美 省手 哈哈哈哈 你不够是一个废物 你对你看 不如 让小夏情人 想要什么 潘九江 你敢动她一下 我就灭你救足 就凭你的上文俱续 我今天就让你看 我是怎么了 啊 不 我今天就让你看 我是怎么了 不 我 楠楠是我的女兒 我想起來了 我都想起來了 我是鎮备王周天陽 八年前 從末尾之戰 我被徒弟所害 今來今來 但是 雖死無鬼 血戰到底 雖死無鬼 血戰到底 是 是 傑 楠楠 今天就算是死 我也要救你們出去 王上 李宿 你誰呀 誰讓進來的 我出去 王上 八年了 我們終於找到您了 恭迎鎮备王出山 恭迎鎮备王出山 他是鎮备王 王上 這是我特意為您煉製的白草金骨丹 伏下他 您的傷勢即可痊癒了 少爺 走吧 別哭 這位王子怎麼這麼強 他這個小臉 哎 貪酒江 準備好怎麼死的嗎 哎呀 真是 啞巴狗 變成了 裝了什麼大聲 讓我死的一眼 我玩地了 公酒 你又別人玩了 全傻 王上 這股小人物 不只能您說啥 我來對你們的 不用了 憋得太久了 我要親自動手 在我手裡過不了三招的臭臭 還敢口出狂言 這次 你又找不了你了 再五天一步 我讓你死 怎麼會 怎麼會 前兩天是別人的廢物 這今天怎麼就 我敢對朕北王不敬 小心 沒事吧 那接下來有事的就是他呢 如我妻子生我女兒 你說這女戰該怎麼算 你不敢殺我 我是江家的 我們上下公啊 下下百家 你可知龍猛 可是無上戰神 趙龍雙損 你 皇上 如今下國安流有動 皇上不能打法解釋 山不沾水沾 我後付勇氣 今天先放你一命 十日之內 我要看你跪在吳家門口 登文道歉 那 那 李叔 皇上 您的女兒失血過多 有生命危險 走 帶男的回家 皇上我來 皇上我來 哎呀這個艾千刀的混蛋 抽了楠楠這麼多血 她怎麼能對一個孩子如此狠心啊 你是我的神醫 你一定可以救她對吧 皇上 巧夫難為吾米之吹 當下唯一的辦法 就是給楠楠輸血了 是我的 夫人 楠楠是熊貓血 這種血型萬中無一 您的血不行的 那怎麼辦 皇上 您是熊貓血啊 楠楠的血脈就是從您身上遺傳而來的 我怎麼不知道 您是正美王您當然不知道啊 您獨坐北京卻能威懾挖方 多年征戰以來 甚至沒有受過一次傷 他流過一滴血啊 行了行了 別廢話了 該進來吧 是 楠楠也是因為我才走死磨的 是我對不起你們 皇上 楠楠已經脫離神明危險了 如此甚好 這些點 我的部下都怎麼樣了 數數下無能 當年 戰神趙無雙傳出您戰死的消息後 便接管了您其餘三個弟子的救護 創建了龍盟 並且 您周家滿門二十八條人命 慘遭滅門 什麼 該死 鎮北部怎麼樣了 鎮北部部下 由於不相信您已經戰死的消息 便遭到了趙無雙的瘋狂打壓 我們只能轉而退去幕後 這八年來 一直在暗中發展 就是在等待王上您的歸來 不必自責 你做得很好 只要王上一身命下 朕被不必將切幹而起 輔佐王上 推分趙無雙 告訴他們 繼續徹服 現在若是與趙無雙直接對手 夏國難免再次等待 屆時反而給了敵國可乘之間 我們要為夏國著想 為夏國的子民著想 是 把衣服穿上 別 別走 我同意入墜吳家 只是為了報答你的救命之恩 你的情意 我才能經歷 哦 對了 你是一個雅吧 我知道你在吳家過得並不好 不過你放心 我一定會改變這個局面的 我也會治好你的雅吧 不過到那個時候 我一定會離開吳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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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我好像扭傷了 你快來幫我看一看啊 好 你要是不刮我 我就跟姐姐說 傷到哪了 好像是 這裡 快幫我揉一揉吧 不然腫了肯定麻煩了 這裡啊 是 嗯 上一 這裡 哎呀 姐夫 不是啦 是 你們 不要臉 小倩 你聽我解釋 我跟她真的沒什麼 姐夫 我能不能把你的表演給我看不起 滾 給我跪一下 你還有臉回來 是不是讓你給我這 惹了多大的貨 不僅打了潘少 還要潘少 親自尚姐能道歉呢 你 過一天 是潘家的哨宴 到時候 你們帶著小倩 跪到潘家門口道歉 什麼時候潘家原諒你了 你才帶著你的老婆 給我滾過來 哼 那個姓潘家 抽了我女兒的血 還要當著我的面 污辱我的老婆 憑什麼讓我道歉 該道歉的是她才對 不過是潘家有的一群狗 而你 你就是天地最後彎的女兒 你也指摸 是吳家招的一條下門狗 混賬 誰比你資格敢這麼跟王上說話的 就憑我是吳家家主 就憑他是下門女兒去 你又是誰啊 我剛醒了沒幾天 就在外面認識你 這樣的活棚狗友啊 誰讓你帶著去 我記得沒錯的話 吳老爺子死之前曾留下遺囑 等小倩的嫂子治好之後 就由她來繼承吳家家主 沒錯 對 你怎麼知道的 就別想了 小倩的雅伯先生的 沒人能醫療 哼 她呢 你以為找個阿貓阿狗咧 就能治好嗎 當年老爺子在的時候 為了治好小倩的嫂子 那請了多少民意勝手都束手不退 就憑你這個活棚狗友 就能治好 笑吧 我這個朋友在醫術方面 他成第二 無人敢成第一 你所謂的中醫勝手 在他眼裡都是垃圾 還真是讓人笑到大牙 你難道不知 當今醫術第一人 乃是鎮美王的御用神醫與素嗎 難道你的意思是 我這位朋友 正是神醫與素嗎 萬一是呢 他 他若是理素 你是不是還想說 自己就是鎮美王 小倩 兄弟 鎮美王 雖然是我罷免 但他依然是下落的英雄 你拿他 與鎮美王相比 他是對鎮美王的侮辱 小倩 我答應過你 一定會治好你的嗓子 你既然這麼有信心 萬一 你治好我女兒的病 我就請你到攀獎 跪地道歉 我真懷疑 吳小倩是不是你親生的 放心 我又把我 爸 要是我治好了小倩的嗓子 我要你按照吳老爺子的遺嘱 卸下吳家家族之位 由吳小倩 除了吳家家族 哎 我聽說 吳家曾經是鎮美王的舊部 鎮美王隕落後 吳家衰落了在轉頭的攀獎 怎麼 昔日鎮美王的附下 有順點望左嗎 好 一言為定 我就不信你個黃頭小兒 能比那些中醫勝手都厲害 我倒是要看看 你怎麼治好一個星天亮 一針 足矣 夫人的雅病 是因為先天身帶受損 導致有淤血阻塞 我這一針下去 化粗淤血 夫人很快便可開口說話 滿口無言 說得倒挺的 真有這麼簡單 那些終於勝手 會束手無策 呵呵 他們不行 不代表我們住行 夫人 您可以試著開口說話 年輕人 還是不要滿嘴大話的好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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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你回說話了 謝謝你 爸 小倩的嗓子治好了 答應的吳家家主之位 是不是在讓出來 既然你想讓小倩成為家主 好 過幾日 讓小倩帶著吳家 去參加潘家的壽宴 等你們能過了潘家這一關 就答應 好 逆言為定 媽 你可是和爸說好了 把吳家留給我的 繼承家主 前提是 他們從潘家能活著出來 潘道偉子對那個潘家 極為仇愛 對於下屬家族的挑選 那是絕不允許的 他們此去 無異於是刀山火海 王上 在百掃心骨丹的幫助下 您的傷勢 已經好的七七八八 就很快變得懸癒了 這八年來 辛苦了 誓死為正面王效忠 這個潘家 到底是什麼爛的 唉 這個潘家八年前 不過就是江南行使的 一個小家族 當年趙無雙傳出 您戰死的消息後 便開始整個和收入下國的 各大家族 在其他家族還在觀望的時候 這個潘家 第一時間導向了趙無雙 所以潘家 是我那個乖徒兒 一手扶持上來的 沒錯 潘家就是趙無雙布局江南行使的 一顆重要棋子 不過 如今潘家家主潘老爺子 得了絕症已經十日不多了 這幾年來 他一直在找我 想向我求一顆虛擬蛋白 事情倒是變得有趣起來了 我跟你說過多少遍 我們潘家是江南省的第一大家 最重要的就是臉面 你 因為我知道錯了 你還省著病 是不是 你竟然被吳家的一個墜序給起 吳家那可是我們的相熟家族啊 老爺子 都是那個小王八蛋幹的 和吳家 一點兒關係都沒有啊 我跟吳家 對潘家 可是一心一意的 是啊老爺子 我們吳家 一直都為您馬首是瞻啊 那我們 給您 當牛坐馬 就是做一條狗 我們不可理您半分啊 老爺子 您就看著我娘家 是金城照座的份上 您就饒過吳家這回吧 哼 你 不過是被趙家趕出來的一條狗罷了 大狗還得看住 你吳家 我可以不動 但我得讓那小子知道 得罪我們潘家的下 那個小子 我一定讓他 更好死 潘家很久沒發威語了 我得讓外界知道知道 我們潘家的 規矩 爺爺 孙兒潘九江 獻野山生兩隻 駐年夜 八十大獸 浮如東海長生水 壽比南山 老公 你看 那兩隻野山生 那看年份得有百年了 這價值啊 那得超過千萬以上 真不乖疼你那個大孫子呀 吳家 吳小騙到 我一定要看看這個 吳家的追訓 是怎樣一個囂張法 我 我太會說話了 我的小雅八 你放心 以後啊 我做你的罪 你想罵誰 我都幫你罵 我 我才不是小雅八 媽呀 媽呀 我 我是代表孤家 來送 恨禮的 之前是個小傢伙 現在是個小姐 也沒好到哪裡去嗎 我老婆 是吳家現任家主 你不過是條狗 你在叫什麼 你一個入墜的窩囊廢 有什麼資格參加潘老爺子的獸宴 就憑我把你打得像條狗一樣 你放他進來 我哪會 我哪會 今天告訴我 你死定了 龍九告訴我 潘家家族下屬 以下犯上 該如何處置 受殺為暴 第五 有火堂 這是你潘家的規矩 不是我周天陽的規矩 你的規矩 你送什麼東西 還敢跟我們潘家相提別動 我們潘家的規矩就是規矩 你今天 認 也得死 不認 也得認 那 我要是不認呢 潘家取消了吳家的合作 吳家 萬一月處置 那光是些維昌軍 就夠你們陪個點沖天的了嗎 小倩 爺爺 爺爺生前對你那麼好 我們現在 從這爺爺的印度 把錢交到你手裡了 你說 你就眼睜睜地 看著爺爺 細心刻骨打下的吳家基因 都毀在你手裡嗎 小倩呢 你不為了吳家著想 你也為你爺爺想想 你爺爺生前對你多好 你可沒有了 今天你要是不說這個話 會怕過我們家的 為什麼 我跟你爸 給你跪下 跟著跪下 我爸媽求你了 就不行了 爸媽 我答應你們 好 好 好 這個罰 我替小倩領了 你們待會兒不要後悔 七七四十九下沙威豹 就算是個鐵人也受不住 你們若是敢留他一口氣在 我一會兒 就只留你們一口氣 是 來吧 兔崽子們 把你們吃奶的力氣都用上 別給我腦癢癢 沒吃發的嗎 一群廢物 一群廢物 過去領罰 別以為你過了這一關就安全了 還有九重八十一部的熱油湯等我 來人 頭頂這碗熱油湯 從這裡走到潘老爺子面前 九九八十一部 一部不能多 一部不能少 油一瓶 這滾燙的熱油湯 撒到身上那還不留啊 哼 這臭小子死定了 算了 死了一把 小青現在不是啞巴了 就憑我女兒這辭職 還找不到一個大家族的公子 就憑我女兒 我這麼小子 怎麼還鐵缝都不成 就憑我女兒 跑 好 这是我带吴家家主吴小倩送上的贺礼 哼 小小吴家 能拿来什么好东西 这么垃圾的东西 你是在侮辱我们的 吴家这是在糊弄老妇吗 老爷子 我们怎么敢呀 这是上往的清朝古运 价值人两百多万啊 这种人家新上任的家主 太不称职了 也太不买我们他们家 放在眼里了 潘老爷子 这枚弹药 可是神医李素练的续命的 你说什么 续命 续命是什么 是真美王的 毕武神医李素 小龙大仙 并想贺责战功的 战神 炼绝成的弹药 一旦吞下衣服 一定能保住你们五年的少女 八年前黑石上有人出一亿美金 所以潘公子一脚踩碎了一亿美金 不可能 那一定是假的 他无价不可能有 他一个小小拽续更不可能有 潘老爷子 一去舔一舔潘公子的脚底便知真假 我有幸见过李神医面 藏出价十亿贵贱苦苦挨出他 卖给我一颗 结果呢 恶然是失败 他说我没有这个资格 续命单是给价格的有功之臣 年轻人你说的是真的 这真是续命单吗 来潘老爷子你一试便知 爷爷你别被他骗了 他之前打了一个假的北王的另一排票 他分别就是想续命 大了真 当然是真的 当时 当时龙俊子 吴大哥 吴甲本是真北王之下属 吴甲是否真的有续命单 你知道天王的下场吗 我 吴甲不曾有续命单 大了 你个后生竟敢戏耍我 来人了 把他给我点了 天呐 嗨 老爷子 今日原来是你的寿臣 不知李某喝风讨样一杯酒喝呀 那天我就是被你打了个玩笑 不是不是 他就是个小角色 都是我那个送马星女去 跟曾妹妹认识那些狐狐狐狐啊 不要 把你们朋友带走 他老爷子多拿手 其实你这些阿猫阿狗东的来的 都给我闭嘴 李神医 你怎么来了呀 他就是 医术断圈下午的天赛声音 李素 他 他真的是 神医宿 很不怕 我那个神医女去 怎么可能是神医宿大人呢 李神医宝 年轻 请上货 哈哈哈哈 哎 小谢家伯 我让你送给潘老爷子的七名单 哎呀 让潘老爷子的宝贝孙子给糟蹋了 真可惜 你个败家子 爷爷 李神医 您是否还有薛米丹 能否赐给老夫一个 你以为你是镇王吗 薛米丹你傻腰就要啊 李扬 老爷子啊 说不定你孙子的鞋里还沾点 你去舔一舔的话 不能活个五年 也能多活个一年半子 对吧 八年前 吴家老爷子曾经帮过正美王一次吗 所以呢 这一颗虚命单 就赏赐给小倩君主 至于如何处理 甜甜有小倩家的决定 那我就替我妻子收下了 住手 我赐给我吴家的大佣 我我听我老公的 哎对了 丑发说在前头啊 这颗虚命单呢 是正美王托付的 交给你有公知证的 咳咳咳 如果说 谁要刷什么歪心思 别管我心海水了 海水訴 今天没有啊 走了 老爷子 保重 潘老爷子 这颗丹药你还要吗 要 要 刚才我受了七七四十九下沙威棒 走了九九八十一部热油汤 先前潘大公子伤我女儿如我妻子 您说怎么算 你将算我一样 先前我跟潘大公子说过 要他十日之内在我吴家门口跪下道歉 你休想 看到爷子啊看到没 巴不得你早点死 瓜分你一场 爷爷我没有 九江啊 你明天就带着龙九 去吴家门口道歉 你站住 现在鞋脱了再走 怎么了 老爷子保住 要不要 要不要 刚才我受了七七四十九下沙威棒 走了九九八十一部热油汤 先前潘大公子伤我女儿如我妻子 您说怎么算 你将算我一样 不认识我 先前我跟潘大公子说过 要他十日之内在我吴家门口跪下道歉 你休想 看老爷子啊看到没 巴不得你早点死 瓜分你一场 爷爷我没有 九江啊 你明天就带着龙九 去吴家门口道歉 你站住 现在鞋脱了再走 这是你的会做 怎么堂堂郑北王的御用神医 也开始涉及这些娱乐产业了 广告上 您就别挖苦我了 您师父这八年来 赵渡双创建了龙盟 在龙盟的打压下 我们郑北部只能转入地下暗中发表 无论是房地产 餐饮 娱乐行业 甚至是一些黑色行业 我们都有所涉猎 说您是下国的地下皇帝 也不为过 这些年辛苦您了 不过还好 现在我们掌控了下国 百分之百十的经济命迈 而这一切的准备啊 都是在等着王上宁的未来 王上曾经是下国第一正备王 如今变成了下国的地下皇帝 也算是造皇的崩拜 赵渡双 某国叛族 其罪当诸 但是记住一切要为大局照相 这是潘家的所有资料 潘家这些年 为了成为江南第一家族 犯下什么种国心 无所不用息急啊 接下来先让潘家家说 先带赵渡双闭 诶对了 王上 还有一件事 您的那个丈母娘 可见的 他来自于京城的赵家 曾经因为犯下了重罪 给逐出了赵家 终生不得分辨 赵家 赵渡双手下的龙蒙龙主 便是赵家的赵清欢 赵渡双闭 前段时间 江南行事传来消息 正被令人出世了 哼 李宋渡双闭 没有血草这么多 一旦让我了 没有你 你随时会动 你凡事不能 有所谓的 都得死 这次不是有所谓 没有血 什么 什么 是不是还活着呢 啊 放心 查过了 只是一个小世家的 助序有造的 堂堂一个郑北王 怎么可能去做一个 追训呢 对 师父一定死吧 一定死吧 无双 潘家说 最近李肃在江南出现 他的医术 很是不错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 你说 贱货 明明是你自己那本事 滚 潘家 李肃 北上 龙蒙盟主 属下在 你带着龙姨 亲自替我去趟江南兴盛 务必把李肃抓来 顺便调查向他最续的事情 此事切记 千万不要让外人知道 包括文艺 一旦有事情 立马相够 谢 周天阳 岂有此理 谁让你借着吴家的功劳 跟神医李肃 关心的 没错 你在我们吴家 你不是算一个外人 那薛明丹 是赏字变老爷子的 小倩 赶紧交出来 小倩 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 你还 爸妈 你们别忘了 现在小倩才是吴家家主 吴家现在是小倩说了算 难道 你们想反悔吗 闭嘴 这个山里党主 是坏的份 你这小子 把他头算盘 清楚 别以为 小倩党的家主 你在这屁股后面 水锹子喝辣 杀这个家主 只不过有个虚名吧 吴家的产业 和公司的股材 我一分都不能算出去 听见了吗 臭小子 想在我们家室儿站 坐吧 爸妈 派公司在外面说是要见我吗 这里是一千万 你 六 来了 拿什么 你少过来的东西 你当然许 你这这事 你应该怎么在哪里去 我认识 你怎么在哪里去 你怎么在哪里去 你怎么跟叛家作对 李确 听爸李确 爸是过来人 哥妈腻不过大腿 你不知道 外面有多少人想跟叛街交好呢 在家伍百伯 你只有你腿 则 射死我了 贵心 到了七月 否则我就捏碎你了 潘大公子 我说过 要你登门跪下道歉 这就是你潘大公子 求人的奈务 周天亮的小人 我们这几人太神 什么 你把他放在我 这次能拿不到我 小人 把他放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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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三秒钟后 你就再也见不到 这颗序名单了 三 二 贵 我贵 贵了吧 还不够 还想怎么样 我要潘江三无家的 所有股股权 以后外界 只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我老婆 吴小切 潘少爷 你们不行你啊 闭嘴 同志爷爷 把潘江三无家的 整个股股权 都给吴小切 是少爷 拿了 今天 潘江的无家 他的股股权 人会这人家 不得了 这好机会 哎呦 我吴小 这是 装了什么年 装了这么个傻神章的 臭女婿 潘少爷 你看在我们吴家 这些年 为你们潘江 做牛做马的份上 你们就给我们 吴家一刀 生命吧 潘哥哥 你可不能把你的家 我死为什么不了 潘江又是没了 那我 怎么办 那我给你们留条狐狐引出了 潘小姐您说 无论什么条件 我们都答应啊 上后 你怎么办 把你我们家这个坠血 挺凶的 我 我不同意 他是我老婆 我远他一个拜拜 不是你爸 他就是我拜拜 潘大公子 提说你很崇拜郑北王 整个江南都知道 郑北王是妄想的 那你可知 郑北王姓是名谁 郑北王神龙剑神将 他的名声和面容 都是你我班 所以说你是个蠢酷 周金 有几个 不要认为你有几个武功 就是房间 我送你就好了 人为 天为天 我就是最大的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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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药 不会感觉是挺好一点 没什么感觉 就是考虑你的天子 跟吃了好年 你 会不会这个药是假的呢 不可能吧 这是李索秦子交给那小子 难道非谁 大名平定分比谁 平安无故的 坏了自己的名声 女神一不然不会 你看那小子 你都不知道 你哥哥明天怎么回来 什么 我哥回来 是啊 和他一起回来的朋友 一位大人物 大人物 龙芒 龙主 赵清欢 就是那个 传说中 沙马果断 不无情的铁娘子赵清欢 我只要这下 我就彻底的完蛋了 老婆 不要把你去球去你娘呢 你那敌人 现在都混得了不得啊 你去球我了 你别痴心忘死了 我早就被赶出家门了 赵家严 我就是被赶不住了 你赵狗 太帅了 只要赵家帮我了 你还不如去球菩萨呢 都是你的臭小子 你家神就瞎了眼了 小千 你必须跟他离婚 老婆 你嗓子刚好 多喝点水 哎呀喝什么喝 我们都喝完蛋了 不知道呀 潘家的事情 我会一些倦胆 不用你们操心 喂 谁啊 林一 明天早上来结婚结婚 林一 跟谁套结婚呢 到底谁啊 是我 是我 清欢 哎呀清欢呢 好 明天我一定派人去接你啊 谁啊 把你上去这样 我家那个丫头 赵清欢 还天不开 啊 就是那个 老虎无情 踏着不张眼 你偏着就成那个 直尿 这就是 哎 你刚才那个语剂 是不是特别不好啊 周天阳 明天你去机场 给我接的 哎呀快收拾我 不是不可一时的样子 我跟你讲啊 你要是得罪了他 比如说我家家保不了你 那潘家来了 也保不了你 知道了 妈 你记住啊 你见了他以后啊 你就把自己 当一条哈巴狗 你把他捉好了 我们国家所有的困难 都能解决了呀 要填 你自己走不填 你要是敢 他还能带到你去 他可够他 明天你哥就带着龙盟盟主 记住 一定要为盟主请回来 我要在酒店亲自打败宴席 给龙盟盟主接风洗尘 好的爷爷 您说的话 不一定 你办事 我放心 哈哈哈哈 我哥哥如宝贴宫 等他回来 就变死了 中天 我已经安排了 嫁给他人来接近 潘家给你们到来 特地去办理省钱封建 放肆 是谁让你自作主张如此安排的 我们是来执行无双大人任务的 还有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以后不要讲话 臭女儿 做什么情报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在我的华下成欢 我代表潘家 欢迎龙盟主 嫁连江南 清欢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弟子潘牛江 主将 快叫清欢姐 清欢姐 要不是我爷爷病了 他今天一定回来亲自进 清欢 潘家对你死自前来 还是十分重心 蠢货 是谁让你如此大张情报的 这都是潘家的一番心意 谁是赵清欢 我是替你一夜来接机的 什么 你是 开个破车 也想把我们龙盟盟主携走 你不会真的以为 清欢姐会跟你走吧 你这个废物坠序 站在这儿 真是瞎了我清欢姐 你愿活着 八年前沐北一战 姑娘 你认错人了 你认错人了 糟了 想不到这个龙盟盟主 竟然认识我 那就别怪我腊手 大碎花 我是不会认 我这座主角 不好意思 我认错人了 你和我的一个朋友 长得很小 小子 你谁啊 你有什么资格 给成欢接计啊 哥 他就是我说的 吴家坠序 他丈母娘是那个 赵家人 想不到 吴双大人 让我调查的那个坠序 竟然是正背话 他真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来啊 天堂也好 地狱也罢 我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关你屁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一个手指头 就能戳死你 你可以来试试 不过我肯定 死的人一定不是我 肯定是你找死 想不到你还有几分忙 不过我只用了四成功力 可我连百分之一懂得 哇我杀了你 闭嘴 清欢 你竟然为了这个飞舞打我 你不会是看上这个小白脸了吧 他 他是我姨派来接我的 清欢姐 我爷爷可是广耀天下人 而且找了五星级酒店 为您接风起什么呀 今天你必须跟我走 你比你算老几呀 龙梦公主也是你能命令的 清欢姐 他如此嚣张跋扈 应该好好处置一下 要么跟我走 要么 死 清欢你怎么了 没事吧 老师的机场 你就恐不如死 我跟你走 请我跟朋友来 就是跟我借 大哥你拦着点啊 爷爷特意说的 必须得把梦主给借走了 借你 真是不识抬举 早晚有一天 我要把你拿下 龙梦盟主 没想到你还是照无双的亲信 如果不是无双大人的栽培 我无法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郑北王大人 八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无双大人说你死于沐北之下 闭嘴 你没有资格叫我郑北王 我问你 金陈周家 二十八条人命 灭门一事 龙梦有没有参与 或者说 有没有参与 灭门案发生当天 龙梦去现场调查 是去调查吗 还是去毁尸灭迹啊 清欢啊 小姨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二楼的房间都给你准备好了 去休息啊 金陈 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 哪里做的跑得罪她 哎呀 你可真是冤枉我了 我哪敢得罪大名鼎鼎的龙梦梦主呢 那我去看看 快去快去 为何这女龙大名鼎鼎鼎爵在罪序 什么 龙梦王拢去 赵梦 爷爷 清欢说赵琳小叔对他很好 赵琳算可什么东西 我潘家广幺天下家族 等来的却是一团空气 我潘家带江南 算是把脸面都丢尽了 我看家在江南 算是把脸面都丢尽了 爹 咱们就当 是欢迎大哥回来吗 毕竟大哥现在的武力可是 龙榜排名第一的 若不是 帮路出来一个 无家的傻追寻 赵青凡就会忙 这简 平日离我对他百般是好 他就对我不闻不问 在龙盟也就算了 江南可是我潘家的地盘 我一定要拿下他 你要是能把龙盟盟主拿到手 我潘家必定会如日中天啊 是否要告诉武双大人 郑北王还活着的消息 有什么事 回离武双大人 我到江南了 大人 还有一件事 我需要向您禀报 回离武双大人 我到江南了 大人 还有一件事 我需要向您禀报 什么事 北王令你限索了吗 龙一刚打电话来表示 潘家邀请我参加潘家的酒局 我想请示您是否要参加 潘家 潘家 救我 潘家这些年为我们做了不少事情 你正好带我去安慰一下 不要含了下面家族人的心 还有 你以后这种小事 自己做决定就好 好的大人 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别动 但凡你刚才多说一句话 你现在已经是个尸体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你怎么不杀了我 八年前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早就死了 八年前 你动手呀 你为什么不动手 这个 你已经掉了 不可能 无双大人怎么会偷袭你 战神与境外势力合作的成果 为了防止消息泄露 我会让郑北部的暗部一直盯着你 记住 别给我耍花眼 郑北部还在 王上您放心 我绝不会泄露您一丝一毫的消息 希望如此 今天晚上 潘家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一场酒势 容易点的认为 您和潘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需不需要我帮您解决 误会 要不是怕打草惊蛇 我早就除掉了赵无双手下的恶狗 是不是在你眼里 我也是赵无双的恶狗之命 爹 爹 蛤 爹 蛤 爹 蛤 蛤 蛤 你的病又发作了 太久没招 那小家伙的血了 这段时间 又有那个坠细手在我小姐身边 永久又是她的对手 我根本没办法下手啊 放心 有哥在 哥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已经把 龙盟的四大高手都调来了 今天晚上 就按原计划解释 让那个小子 有再大的本领 他也翻不了田 相信我 怎么就你们两个 叹老爷子呢 哎秦华 你赶紧做东西 你也马上就 先生您好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这桌子上摆的都是什么垃圾 先给本少爷上几瓶八二年的拉肺 说出口 好的 先生 先生对不起 不好意思 没事 我来讲 你当然也站好了 不过你 你不老是 小姐 这就虽然 你把 我病人 他就传统了 你 他就像 你 他就 了 你 妈妈我还害怕 他们什么时候出现呀 你别过来 周秋洋 救救你女儿 跑 你继续跑吗 你不是很能跑吗 听说你跟我弟弟有点过气 今儿我看见清欢的面子上 这都女我请了 这些事都过去了 我不喝这些垃圾酒 你 说什么 今儿我看见清欢的面子上 这都女我请了 这些事都过去了 我不喝这些垃圾酒 你 说什么 你小子给脸不要脸 容易 你个小小的聚恤 这辈子 没见过这么好的酒 拉菲这种酒 都不配进我的酒窖 酒窖 你真是癞蛤蟆打哈气 口气不小啊 这家店里 珍藏了多年的酒啊 既然你这么有本事 不如打开 让我们见识见识 行了 别逗他了 那些酒啊 是这老板的心头弱 钱买不来的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老板就会把酒王送到我的手上 您好 让你们老板把酒王送过来 你干什么 客人您您手机掉了 您好 让你们老板把酒王送过来 你干什么 客人您您手机掉了 哎哎哎哎 什么 你以为你算老几年啊 还想让老板亲自送你 知道这家会所是全国连锁的吗 这家老板心下的产业无数 连潘家都比不了知道不 你要是能让老板把酒王送来 这桌子 我当场就吃了 王上 把酒王送到一号包下来 装 接着装 这家酒庄的老板 岂是你小小的坠续 就能接触得到的啊 先生 这是您要的我们的正殿酒王 罗曼尼康吉 我们老板特地让我回来送你 他是你们这里的人吗 你是哪个精灵手下的 我都能不能见过你 让安部帮我查一下 我老婆和女儿的位置 奇怪 我夫人和小姐俩在会所里 什么 干什么事了 在这场上的 问 他说什么了 为什么我 周天阳突然离开了 没准备家里 出点啥事 不能管他 来 清欢 我先给你倒酒 王上 查清楚了 绑架夫人和小姐的 应该是潘江的二公子潘九江 这是老寿星赤皮霜 我意外的 既然他们找死 今晚就拿他们下手 爸爸回来救救妈妈 找死的够病 你爸爸 你爸爸 都不会 他一定会来的 他是王 他是最厉害的王 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王 他就是一坨烂 一坨狗屎 你知道吗 是郑北王 郑北王 郑北王 这是我这辈子 经过的最大的事 不是郑北王这件事 你觉得很好笑吗 本来我是想收拾完你 经理之后 来去找你 谁知道 你自己死路 自行死路的 不是我 是你 我是想先往你老婆 去找你 但现在 我赶出来了 我先把你的皮 一层层剥下来 拿去那边 谁让你冒出我最尊敬的证明 哎呀 有你这样的粉丝 太丢人了 介绍一下 这是龙二 龙盟排成第二的高手 他可不是龙九这样的人 什么狗屁重二重三的 疫情土鸡瓦狗罢了 下手轻点 别弄死 我要慢慢撑 是的大人 小家伙 快快跟叔叔回去 叔叔一定会对你好的 让你成为 我的一栋血酷 嗯 让你成为 我的一栋血酷 嗯 不会得逞的 我的招呼很厉害的 闭嘴 臭模样 你们都是坏人 我爸爸一定会打扮你们的 爸爸加油 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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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该蹲到我了吧 什么土鸡瓦狗 赵无说 不愧是我四大弟子当中最弱的 八年来就培养了你们这些大鸡 别过来 你再过来 再过来 你把他们给杀了 王上一怒 血染千里 我劝你还是把刀放进 免得 整个潘家都给你赔 你说什么 你不是一直对外宣称 最崇拜的就是郑明王吗 如今他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拿他的妻女威胁他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坠血 无权无使 他怎么可能是郑北王 我是不是郑北王 不需要你来评说 总之 放了我的妻女 我会给你一个痛苦 奶奶小心 你们没事吧 爸爸我们没事 爸爸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这次是我大意了 下次不会再让你们待记住了 那下次 无双战神已经照顾天下了 这被王已经死了 你一定是假的 王上小心 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记住 如果有下辈子 不要赖手我 王上 龙儿如何处置 这被王大人 不要杀我啊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问你 当年周家灭门一案 你可有参与 我 我们没有啊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拯救下谷的大英雄 周家是英雄家族 就是给我们一百个胆子 我们也不敢呢 让镇北部的人把他关起来 是 谢谢王上 龙家老婆 你干什么吃的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笑我 你不会没得抢药 嗯 不会吧 店家可是说了 只要饮丁点 牧牛都能上书 这赵盟主的身体素质 可能比牧牛还要强横 那你还不再加点 是 这位我来讲一在 就是 进去 就这戏 到底没 discomfort 不是 没人 没人 如果你一直没有人 你是我 你是我 我是你 小公主 真是个小烧杯啊 平时你看你自己冷冰冰的 这副药下去 还不适当外公主 到时候我把你给办了 生你煮成熟饭 赵家也是我的 龙蒙也是我的 连你也是我的 我们潘家一定能更上一层楼的 周天阳 我好喜欢你 可是你已经要结婚了 你为什么不能等等我 你为什么不给我个机会呢 老子在你手上伺候你这么多年 你转头就跟那个 坠血好上了 天阳 我好想要你 真是个大疯 等老子办完你 再把那个臭小子给攒 这手感太好了 这手感太好了 谁说你 龙一 怎么是你 亲爱的盟主大人 不是我还能是谁啊 今天啊 就让我来好好的疼疼你吧 快 快 快点 我受不了了 看他 一分钟就够了 口气这么大 也不怕闪了腰啊 你以为你是战神赵无双大人吗 我可比他厉害多了 虫一是吧 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条虫子那么简单 找死 说 浮不浮 我浮了 我浮了 你 过来 把酒给他喂了 说你呢 没听到 这药效太烈了 我怕 我记得你说你要把桌子吃掉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把酒喝了 二 把桌子吃了 走 大人 那我呢 今晚把门焊死 我想他们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的王上 对了 这是赵小姐的解药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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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依然是王上 对待敌人毫不信思受人 你 陈里人真会把人 大人放我出去大人 大人放我 我 老哥 对不住了 老哥 我爱你 早年前 跟在无双大人身边的时候 我便喜欢你 你身边 我去 是 八年前 您就像我一样 我便让你发誓 我一定要做 我要像无双大人一样 和您并肩作战 但是 在无双大人公布您死讯的时候 我的内心便封闭起 一步步 成为如鸡冷灭如霜岛的蒙蒙主人 我说是 我们下一次 我来回讲 我讲就是 我出来了 我来回欺费 我来回 hm 我来回欺费 你 我来回看 你是 你说什么 就将死了 他可是你的亲弟弟啊 你是怎么照顾他的 爷爷 我知道杀死逸逸的凶手是谁 就是我国家里的倒餐本的女婿 有你 不可服 是他 你立即前去 把他给我抓来 我要见他碎之万顿 爷爷 我以为是他对手 你以为这小子 是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蚂蚁 我没想到 他竟然是一条狗家龙了爷爷 怎么可能 你可是龙盟的第一杀人 能否请龙盟盟主出手将助 爷爷 我和清凡呢 不好了 一夜之间 盘家所有的产业 都遭到了竞争对手的阻击 盘家在外所有的族人 全部是你 什么 我盘家乃是江南第一大家族 背靠战神 赵无双大人 是什么势力 敢对我 盘家动手 去 立即联系赵无双大人 是 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是你 竟敢杀了我 还我孙儿命来 赵九江那是自寻死路 李神医 李神医 您怎么办 农医啊 我给你介绍一次 这位就是当年 正北马的御用神医啊 嗯 你听关 昨晚的事你听我几个声 关 九官 你不要被这个小子给骗了 昨天就是他给你下的酒 他给的酒王有问题 你是说我送的酒有问题 你送的酒 我就是那家会所的老板 一定是你这个什么狗屁神医 和这臭小子联手 我一直都知道 我跟武创大人有仇 清欢又是大人在得力助手 所以你才升线来的 闭嘴 是谁允许你这人派的 与正北王讲话的 正北王 正北王 不是四十八年前的目凝之战 他怎么就是你 哼 潘老爷子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无奈周天阳 无奈 下落正北王 见到正北王 为何不跪 见到正北王 为何不跪啊 跪下 没想到 无奈周天阳 八年前进入 中山 竟然是正北王 可怜我这个上方孙子 竟然想杀正北 爷爷 你不要被这个臭小子给骗了 混蛋东西 还没跪下 汉家 尘严废主 汉家再来的族人车布之灵 想必是这种出自您的手臂 没错 不愧是汉家家主 比你那两个废物孙子强太多了 汉家家主 你可知罪 得罪了你 是我的孙儿 该死 不过 这个汉家无关 我求你 放过汉家族人一命啊 吗 给你们 江湖 吸走 我 真正 我 盘家 给江湖 输罪 好啊 什么个输罪 我愿将攀家所有的贼人 这一生 只求正本王大 然后攀家族人一命 爹爹 我疯了 你说我必须回来 我也是你正面的 我也是你正面的 我也是你一生 然而我能处得更多别人 所动都特别惨 好 我给你个赎罪的机会 这是李神一炼之的试心丹 一旦服下 下个月必须再服第二课 否则必将承受追星刺虎之痛而死 如若臣服 则服下它 反之 死 我知道 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人了 来吧 还有 攀家主 这是你这个月 服下的第二课试心丹 来来 让先前学家 给我服你的 心丹 我要 我要 给 给我也来看 三十五秒台 再给你 二十五秒台 真正的 正好 这一人 这个人 四十五秒台 他 这才住了几天就要走了 你今天怎么带我来逛街了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去见兄弟们总得穿得像样点 兄弟们 对啊 八年前死于墓北之战的徒弟们 还有我那十万铁骨真正的二绕 对了 这家店是李苏推荐的 据说挺不错的 你也可以试一下 您好 可以把那套西服给我拿来试一下吗 先生您好 这款西服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是由国外设计师品牌师做的 价格有些要贵 整种需要五十万 五十万 我进西装机也没有十万 如果您先贵的话呢 这里还有四十万的 三十万的和二十万的 既然是去见兄弟 倒也没必要买那么贵的 显得有些刻意 你随便给我拿件一万以下的就行了 去见兄弟 去会是吧 对 没钱装什么逼啊 我们店可是天洋银食集团齐价 没有你们想要的那种垃圾货色 那种便宜西服 狗都不喘 你什么意思 说的就是你们这种穷狗 上来就问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没钱还想打肿脸充胖子 赶紧给老娘滚 想不到我在自己店里被骂了 你个店 瞧你穿的这封穷样子 连个高端服饰都买不起 想冒充我们店的老板 我们老板刚刚有事出去了 待会我会让你们店 求着送我镇店之宝 余素 你给我找的什么东西 让他们老板 三分钟之内给我滚过来 还真是猪鼻子插大松装相 还白送你 你怎么不去做梦呢 想要办到别家店 别在我店呆着 您就是周老板的吧 我刚刚为了见您 可以去帮您一下再行 都跟你说过了 老板 他就是寻药犯的 刚刚还想帮我臭您 还想让我们来送他衣服 闭嘴的蠢货 他是我老板的老板 什么 老板 您应该可以不要来上班了 用我长点的东西 赶紧给我滚 老板 这是我们送给您的西服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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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破一息 围会凶 尔狼们 走好 出发 武标 京城 带我王者归来之时 诸多叛贼皆当死去 以三大战神之灵为一 以十万儿郎热血为由 我的好徒儿 等着承受我的怒火吧 周天阳 我警告你啊 这次去京城 参加赵家家主寿宴 也不许跟我说事啊 这次是你运气也好 潘九家病死了 潘家 还放弃了 对我们吴家的风产 要不然 我们吴家 被你的祸害连累死了 哎呀 好了爸妈 我知道了 我一定不给你们惹事 妈 这次要是您能回归赵家 那我们吴家可就飞黄腾达了 那我也算是半个千金小姐 那当然了 那个潘家呀 就是在江南有点影响力 哎 我们赵家不不赢了 那可是整个夏国呀 数一数二的家族 反正现在姐姐也不是哑巴了 干脆再让她找人嫁得了 总比这个惹事精强吧 不许 灰病无双大人 江南一行并未发现神医里肃的踪迹 一切不过是潘家弄得了一个笑话罢了 都是一个小家族的坠绪所伪造的 真的只是这样 属下所言没有半点虚假 一切龙衣都可以作证 直灵 你先下去 我有话要对清欢说 约灵 就在结束面 过几日 就是赵家家族的寿言 这份礼物 帮我亲自交给您的家的 我的家的 大人 你 清欢 喝过去 大人 我生命了 这么多年 你有心理 要是看上你家的音频才确认 可以跟我说啊 还没有 你还回来 那雪鸡赤林大人 赤林虽对我一往情深 可他毕竟曾经是我师父的女人 他跟在我身边 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了正美猫 我也只不过是可怜他 我当初为了你宁可背叛证彼王 没想到 我只是你上位的一个工具 明明是你那方面不行 偏偏怪在女人身上 冯双大人 这太突然了 给我一段时间考虑 新官 我给你下了一些 对不起大人 我先离开了 新官 赵家家主送给钱 我会亲自带人 我会亲自带人 你知道这些会下车吗 哈哈哈哈 行掌天下全最臥美人心 师父 不知道你在下面过得怎么样 童儿可是很想你啊 二伯 声音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您做了 嗯不错不错 您现在是龙盟盟主 赵家的未来就指望你 哎 要是你大伯现在还在 他该有多欣慰啊 二伯 我还有一件事 哦 什么事啊 小姨 你们进来吧 好嘞 快 你还有脸回来 我不是说过吗 这辈子 都不让你踏进赵家庭 二伯 是我让小姨他回来的 这八年都过去了 小姨他知道错了 二哥 我知道我错了 当年我也是伤心过度 我才会跑去 大闹了大哥的葬礼 我 别叫我二哥 你给我跪下 当年你们把大哥的葬礼 闹得极全不宁 一度让整个赵家成为笑语 二哥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还想回归赵家 我劝你死是了心 二教哥 你就给零一次机会吧 废 这里有你生花的份吗 当初我就不让你和赵凌在一起 吴家在你手下 做了是什么样子 清欢 清欢你帮帮我呀 清欢 清欢 在外面你是龙盟民主 在家里 我是赵家家主 这件事 你还得听我 二伯 你就给小姨一次机会吧 那我就再给她给一次机会 你们吴家所有人 在这儿 故意三天三夜 我可以考虑考虑 让赵凌回归赵家 莫婷 小婷 赶紧 赶紧都跪下 救他妈求你们了 赶紧跪呀 杀人不过头点滴 犯错的是我丈母娘又不是我们 你为何要羞辱我们啊 周天娘 你给我闭嘴 犯错的是我丈母娘又不是我们 你为何要羞辱我们呢 小费 你是谁啊 二哥 他就是我们吴家的一个小小的上门女婿 他说的话代表不了吴家的啊 一个小小的坠婿 也敢在我赵家家主面前大放决赐 你一个小小的赵家 我还不放在眼里 年轻人 这么大的口气 别折了腰 周天娘 还不给我跪下 这边哪有你出发的份儿 爸妈 我就给你们说 让姐姐把她给踹了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果然奴才当酒了 腰都直不起来 周天娘 你给我滚出去 我们吴家 没你这样的女婿 要不是因为小费 我才懒得待在吴家 爸妈 你们误会天娘了 天娘很厉害的 姐姐 这个周天娘到底给你逛了什么米粉汤 你还要这么护着她 她就是个扫把心 她自从来了我们吴家 知道要跟吴家 赶了多少货 你走吧 我们吴家 共济你这只大伙 你们不贵 我贵 赵主任 看待我们一心一意的份儿吧 你就 让我老婆 回回赵家吧 走 小倩 小倩 你今天赶走 我就不认为这个女儿 我说过了 她走了吗 你把我赵家 当成什么地方了 在这儿大放了厥词 就想安然无恙的 离开我们赵家 二伯 秦桓姑娘 麻烦你去赵家门口接个人 她现在已经到了 接什么人 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 唉 可怜的二伯 你们自己多福吧 你在京城还有个靠山 我告诉你 今天不管是谁来 你不脱从屁 别想离开我们赵家 小妹啊 你也别怪我 就因为你这个废女婿的原因 你别想再听赵家 哎呀 天哪我这是 啊 找了什么孽了呀 我说了 哎呀你这个女儿啊 你给我找了 扫把新的女儿 周天阳 你这是太多的不事儿了 你就看到了 我们不加好是不是 亏我姑娘对你这么好 整整伺服你八年 哎呀你们别吵了 妈 你能不能回赵家 他说了不算 嘿嘿嘿嘿 我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 你这个飞不说了算吗 自然是我说了算 大哥 自然是我说了算 大哥 我 我不是见鬼了吧 你不是八年前 战死在漠北之战了吗 大哥 大哥你真的没死 八年之前 墓北一战我身受重伤 都会遇到了 这美王的晕身 李树救了我 我才僵性捡了一条命 好了小妹 既然呢我没有死 那场葬礼的本身也是一场闹剧 大哥同意你回赵家 太好了 我大哥没死 我也能回赵家了 真是烧气临门啊 谢谢大哥 给我跪下道歉 大哥你打我干什么 郑北部顾下赵成龙参见郑北王 你说什么 他是郑北王 大哥 你搞错了吧 他就是我们胡家的一个上人女婿 小爷 周天阳他确实是郑北王 不必多礼 在京城折服了八年辛苦了 按道理来说 我还得叫你一声救助 王上真是折扫了 那不是做梦 我女婿真的是郑北王 我说过吧 天阳很厉害吧 你说你 爹早不早点跟妈讲啊 你害的爸妈之情跟 天阳有那么多的误会 这多不好 凭什么 我这个姐姐身材不如我 脸蛋也不如我 以前还是个哑巴 凭什么周天阳不是我的呀 还愣着干嘛 给王上跪下道歉 就算他是郑北王 我凭什么跟他撒回道歉 就凭他是下国的英雄 是救万民水火蛋郑北王 咱们俩的事暂且不谈 咱们先谈谈赵家的事情 我们赵家的事情 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管得也要太宽了吧 外界都说赵家兄妹情深一重 当年你大哥战死之后 你父亲因悲伤过度而死 你又假借我丈母娘 大闹葬礼一事 将她读出赵家 是又如何 我何错之有 这些只是表面而已 而真相便是 你深知我丈母娘 现一个蛮横无礼 便捕获她去大闹葬礼 而赵清欢的父亲 也是你想要毒死 目的就是为了 独揽赵家大权 而赵清欢的父亲 也是你想要毒死的 二伯 老叔说的都是真的吗 他胡说 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 这些我的调查得清清楚楚 你要证据 我给你 龙一进来 参见这边 让他死心吧 这些年来 赵无双一直让我跟赵成虎联系 一切都是赵无双的安排 目的 就是为了通过赵成虎掌控赵家 龙一 为何这些事情 我一无所知 你虽然是龙盟盟主 但你性格太过饥饿如仇 所以 这些脏事我一直都瞒着你 龙一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你竟敢背叛赵无双大人 护驾 你吃里爬外的人 是你三对 都是你 我杀了你 皇上 我这个弟弟也在咱们处 为他一颗试清单 有他一条狗帝还有用 如今想必京城各大家族 都已经齐聚赵家家族的寿宴 你和李苏一起前去享受他们 如果有人不愿意被消负 那就 杀 不赦 今天发生的事情 谁要往外透露一个字 别怪我翻脸无情 哎呦我的好女婿啊 你看咱们大家 这都是一家人嘛 干嘛那么严肃啊是不是 你放心吧 我们不会慢慢说的 是不是还能一样真实 有什么好神气的呀 苏轩 你要先你姐姐好好学习 嫁来给我好老公 爸爸就是做梦都消醒了 哈哈哈哈 天阳啊 爸妈嘴语 可能有点误会啊 算是妈对不住你啊 这样今天呢 爸妈嘴语 请你去京城的大饭店啊 去搓一顿 呃 就当给你赔罪了啊 谢谢妈 什么好赔罪 你 你开 啊 长眠长眼啊 明明 没事吧 你这怎么回事 你是那个电视上 竟然出现了战神照顾霜吗 这位每天的小姐 我没事吧 你这哪一位 你这人怎么回事 你是那个电视上竟然出现的 战神照顾霜吗 这位每天的小姐 我没吃 是 这是女 不知道今晚可不有时间 与我共进晚餐 小船两杯 我 我吗 当然 这里是问你 还有别人吗 我好看吗 你是我看过最好看的女人 让我忍不住 小诞也知道 我说的人可真坏 嗯 啊 我教你的 我都学的 我都学的 我留在你 我都学的 自己学的 我学的 我学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认识啊 昨天晚上外边去找 你先出去 还有什么事呢 叫我没有王爷吧 不三不四的女人 你也赶上回家 臭丫子 可能是我这段时间对你太放松了 我的事情 你只不过是一个靠出面男人上路的见惑吧 我只想给你生个孩子 别以为你在为什么包养小白脸的事情了 不知道 你那方面不行 我只是拉你皮吧 谁都可以指责我 我会有你不配 我出卖周天阳 孩子都是为了你 你应该帮我带着替你去到底 想照秦桓提起 你说什么 你不会真以为我会许你 你只迫使别说天阳我透血吧 你只迫使别说天阳我透血吧 我好恨的心啊 这个世界上的正备 只有一个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的不对 你只是个靠着英雄诡计上位的小战 英雄诡计 是我 一手策划了魔鬼之战 是我联合了境外十大战士 是我 一手坑杀了飞鹏横将云天三大战士 就连我那最亲爱的师父郑北王 都也被我轻而易举的设计拿下 所有人 所有人都被我玩弄在鼓掌上 你就是个气势灭族 对他兄弟的笑容 对 我能完成这一切 都离不开你的帮助 对吧 我的血迹大人 哦 别忘了 我们是一头车上的蚂蚱 周天阳似乎与战神赵无双有仇 我要是把周天阳还活着的消息 告诉战神赵无双 一定能落到赵无双的机会 说不定我还能用这次机会成为 占有无比的战神夫人 占有无双大人 我有周达了十三年醉饭 我还能赞美王 我的好女婿啊 这云豪饭店啊 可是京城里最贵的饭店了 哎呀我知道之前啊 爸妈给你有些误会啊 哎那都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 今天这顿啊 妈请了 这全当是给你赔罪了 好不好啊 我不是因为你知道啊 天阳是真美王 你死了 怎么说吧 你妈是那么适合人吗 哎呦乖女儿啊 妈刚才没有困难你吧 啊 没事吧 没事 习惯了 哎 越早在门口当人做生意 老婆 你少说两句 那个 给我开一间你们这儿聚会的包厢 今天啊我要请我的好女婿 吃大餐啊 哈哈哈 钱带够了吗 放心吧 请你去吃饭 钱还不带得够够的 哈哈哈 是不是啊 千儿 这里最贵的包厢是天字号包厢 好 那就要这个天字一号包厢了 好 那就要这个天字一号包厢了 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有预约 我怎么不知道 别的包厢自然不用预约 但是我们天字一号包厢 是必须要预约的 一看你们 就没有来我们天字一号包厢吃过饭吧 真是一帮穷贵 我推荐你们去堂食 堂食 你让我们去堂食 我告诉你 我今天可是请我女婿来吃大餐的 让我们去堂食笑话 想不预约可以 凡是持有我们云豪饭店的白金会员卡的贵宾 自然可也不用预约 就是什么破会员卡嘛 白金得给我办一张 想要办我们云豪饭店的会员卡 需要充值两千万以上 一一有钱吗 两千万 你怎么不去抢啊 对啊 哎呀妈 其实堂食也不错 没钱还能装什么大款呀 来我们店的 几乎都是京城的权贵 一看你们这些熊酸样 就不知道是从哪个瓶瓶窟跑出来 哎呀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呦 这不是李公子吗 哎呀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呦 这不是李公子吗 什么粉把您吹来了呀这是 这熊鬼呀 没有预约也不是咱们这儿的贵宾 还想来咱们天子包房吃饭 哎呀 这事好办 你们呀 可以去天子号包间吃饭 所有的消费由我买单 唯一的一个条件 就是让这位美女陪我共进碗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招任我老婆 狗东西 你怎么跟我们李公子说话呢 李公子可是我们老板身边的红人 你一个穷鬼 连请老婆吃饭都请不起 哎呀 你不如把她给踹了 以后跟着我如何 九小子 看见没 财经会员卡 天啊 我们别在这吃了 我们去别的地方吃好不好 哎 女婿啊 你可不怕今天钱 你没带够 要不 哈哈哈哈 一帮穷鬼 美女 咱好了没有啊 你干嘛你 还不敢先把李公子的手放开 她不处理会的白金会员 这 是不是只要是你们店里的会员 就可以像他一样为所欲为 是又如何 是不是只要是你们店里的会员 就可以像他一样为所欲为 是又如何 像你这种穷小子 一倍速办不了一张白金会员卡 来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黑金会员卡 黑金会员卡 这怎么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黑金会员卡 黑金会员卡 只有零儿才有啊 这 这是真的 怎么可能 黑金会员卡 只有我们老板才有 这 黑金会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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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郑北王的 是你 是林大人 你认识我 我怎么会不知道 鼎鼎有名的雪鸡大人呢 我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您 刚才说什么 郑北王 我 没 没 没什么 说 我要亲自和无双大人说 别以为自己有几分姿势 跟赵无双上过几次床 就把自己当个菜 赵无双亡过的女人多得去 不过是其中之一 我 我 我说 我说 我有郑北王的消息 郑北王 郑北王还活着 你说什么 郑北王没死 你知不知道骗我的下场 我没有骗你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 说 郑北王叫什么名字 郑北王叫周天阳 他 他是我姐夫 八年前我姐救了他醒来之后 他们入坠到我们家了 入坠 姐夫 他 他和别的女人结婚了 我 我这美王 一定要把你们 随时 管断 做梦呢 现在华夏唯一的战神是无双 不过是个结下球 安心去见阎王吧 我的正名字 你是不是把你的黑金会员卡借给别人了 我没有啊 灵姐姐 我在你的云豪饭店被人欺负了 你可要跟我做主啊 你在云豪饭店被欺负 我的地盘上还有人敢欺负你 他不仅欺负我 他还有你的黑金会员卡 你不是说只有你才有黑金会员卡吗 黑金会员卡确实只有一张 前提是那个人已经死了 你在那等着 我马上过来 是林大人 我 我可以走了吗 来人 把他给我关起来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放他出来 是 我 我放开 我放开 我要见乎双大人 放开我正不说大人 然后 女婿啊 妈点的这些啊 都是你爱吃的 妈 别点了 太多了 我们都吃不完了 好了 就这些 谢谢 臭丫头 我给我女婿点菜 你也要管啊 吃得好才能身体好 我不懂你 回头啊 你跟天阳 再给我添个大胖孙子 那就再好不过了 妈 什么呢 刘姐姐 你可上来了 不知道哪里来的那头青 你看宝给打的 人在哪 在上面 天字一号包箱 带我去 好 天阳啊 没想到 你还认识这里的老板啊 哎 我们天阳啊 把那个黑金卡一掏出来 那个什么狗屁里头子 脸都绿了 哈哈 解气 哈哈 那可不 咱女婿 那是威震天下的郑北王 你的姐姐 就是她 就是她把我手打断的 周天阳 好久不见 周天阳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呢 许凌 你们认识啊 她是谁 你和她什么关系啊 对吧 这没你事了 凌姐姐你 滚 你就是周天阳老婆 这个姿色 没过那么几 那也比你好 你是个坏女人 堂堂一个郑美王 居然娶了这么普通的老婆 哼 想不到你聪明决定的雪姬大人 会背叛郑美王 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没想到 你孤身一人 也敢出现在我面前 你真的很勇敢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我赌你舍不得 我以前是对你好 不是你释仇而交的资格 更不是你背叛我的忍器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你如果现在杀了我 赵无双 就会知道你还活着的消息 你 赵无双 你是在威胁我吗 要不是怕夏国再次震荡 我早就率领镇北部 杀向战神功 取下赵无双的手机了 说吧 你来有什么目的 我来 是找你谈合作的 合作 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我可以帮你扳倒赵无双 我手上 有他坑杀三大战神 和十万战虎的证据 你以前背叛我 为何现在又要帮你 我有条件的 但是很简单 只要你今天陪我一晚 我就把赵无双 所有的证据 都交给你 不怕 怎么 堂堂一个镇北王 会怕我吃了牛肠 不行啊你去 这个女儿 看起来没有好心啊 女婿 你不能回她一晚上 这姑娘瓜女的 投出一试 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 你想想咱们的女儿 说什么呢 咱们女婿是这种人吗 天阳啊 你说是不是 老公 你跟她去吧 我相信你 记得以前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总会陪着我喝上一杯 可是 我们早就回不到空前了 就在你和赵无双勾结 背叛我的那一刻起 天阳 我知道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再给我一次机会 只要你和那个女人离婚 回到我身边 我答应你 我把赵无双 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你 我们像以前一样 好吗 你的提议 确实好 但是 我一点也不想 背叛的事 一次就够了 我的心里 永远只有小雅发一路 天阳 求求你要了我吧 我一切都听你的 就算你还喜欢着那个小丫头 我也没关系 妈妈 我只能做你的情人 你别做些自己了 这些年跟着赵无双 吃了不少苦吧 赵无双 自从掌握大权之后 就变得愈发欢迎无动 她背着我在外面玩别的女人 全然毋毋我八年以来 对她尽心尽力的服从真情 她还要去找青花为妻 这些都是你自作自受 别忘了 你手上还沾着我三大土地 和十万儿郎的血 是啊 一切 都是我自作自受 你我都是吓唬的人 骨子里流淌着祖宗的血脑 你怎么敢背叛我们的民族 肯杀我们的同胞 我们下过于危险之地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了八年来 难道没有梦见我们的同胞 来向你索命吗 这是赵无双亲口承认的 坑杀三大战神 和十万部战的证据 我要看着赵无双 死在我面前 好 我答应你 这是赵无双给你嫁的屁 我不同意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他 你跟了他这么久 难道就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薛奇大人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属下书男从命 麻烦您带着些聘礼回去吧 听以为赵无双会为此放过 难道你有别的打算 比如 这里 你怎么会知道 答应他 赵无双大婚之日 就是我们动手之时 王上 您的意思是 赵无双大婚之日 会进行全国直播 京城各大家族都会到场 呵呵 赵家的寿宴手 以及京城大部分的家族 都已经被我控制 赵无双大婚之日 还打算与境外势力勾结 与别国签订合约 表面上 打着技术共享的谜 实则 是把下国的关键核心技术 分享给他 以此来保全自己在下国的地位 该死 丧权辱国可笑之喜 李苏 在 朕北军准备好了吗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只等王上发布号令 给予赵无双雷霆一击 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揭开赵无双丑恶的罪 我不仅让他死在你面 我要让他身败无灭 下国是八项核心技术 交易协议已经拟定完毕 只要村上先审签字 协议立即生效 直领 做得不错 您抱歉 我一定许你仪式的中央 无双 时间不早了 仪式都已准备完毕 赶紧上场 好 好戏 就要开场 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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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国的外国 能走到如今的地步 都是通过您的代理 在仪式开始之前 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宣布 战神大人的决定 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一定紧跟大人的步伐 国与十国亲领协议 要与十国开展技术共享 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下国的发展 让我们为了下国的繁荣 干杯 干杯 好 让我们有请十国代表 孙向先生上台 孙向先生 欢迎孙向先生 孙向先生 签署协议吧 把下国的核心技术 无偿献给十国 你们说这份协议我该不该签 孙向先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 赵无双 你如此出卖自己的祖国 不知道下国的人民是否知情 他们是否同意 来赵无双 看着镜头告诉我 当着全国的面告诉我 他们是否同意 不是罪 到底是谁 我的好徒二 八年不见 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师父 师父 怎么会是你 你怎么还活着 赵无双 你可是罪 当年你一手策划 沐北之战 坑杀我国三大战神 和十万二郎 鸡罪当猪 你胡说 你胡说 我这是无限 胡说 不要再挣扎了 认罪吧 认罪 我认什么罪 是他 我的师父 郑北王 一切都是他之事的 他才是一切背后的主谋 他是我师父 是他逼我 的 民谋诡计 是我 一手策划了沐北之战 是我联合了境外十大战神 是我 一手坑杀了飞鹏横将云天三大战神 一十万战步 就连我那最亲爱的师父 甚至我 我也被我轻而易举的视线 所有人都在 这个该死的赵无双 竟然是这样的人 应该千刀万剐了他 各位家总听命 给我拿下死人 武一 赵臣虎 还有潘家 我 龙了吗 武双大人 那个 我们早就知道我真被王投降了 不仅是我们 你麾下所有金城大伴家族 都投降了 你们 还有你 都是盼物 胡双 投降吧 胡双 他在做我用去挣扎了 我把你 把你 把你拒绝毁于隐瞒 得道者夺住 师道者寡住 这一切 都是你自作自受 是你 我当年就应该在陆北之间杀了你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赵无双 认罪吧 师父 你能否看见公年师父秦了啥 天作孽 有可数 自作孽 不可活 就算我能放过你 你死去的三位师兄 会放过你吗 我下国十万针针铁骨的儿郎 会放过你吗 拿着你死吧 放开 放开 这又是何必了 他又上不死我 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 犯了太多的噪 我很患过最大的碎 就是错过了你 只有能死在你怀里 我直走了 传令下去 凡是与赵无双勾结 为虎作伤者 以法论处 赵无双曾经是我最疼爱的弟子 我对他可以说是没有丝毫亏欠 这一切都是他的欲望在作祟 镇北王大人说得对 人的欲望是最可怕的 李肃何在 属下在 镇北部旗下所有灰色产业全部关停 将这些镇北部经营所得全部捐赠出去 用于教育 医疗 养老等各个方面 是 我现在是吴家家主 参加所有产业都由吴家接管了 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 删去的儿童过得都很不好 我想把吴家80%的财产都捐出去 建立所希望小学 就叫 男男希望小学 怪不得啊 怪不得我的丈母娘老说你胳膊肘往外馆 这要是让我那丈母娘亲见了 还不得气得吐血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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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之后 下国五十年来无用 我已经卸下赞美王的名弦 准备好好的陪你和南南了 如果 境外势力再次蠢蠢欲动 若有战 招逼回 得不如此 不复何求 爸爸 南南 爸爸 我的爸爸是大英雄 是南南的大英雄 这么久没见爸爸 想爸爸了没 妈妈每天都想 妈妈也想妈妈 连做梦都会喊爸爸的名字呢 说什么呢 爸爸我还想要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我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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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